也就在李登輝先生的後期那個時候啊 台灣的很多這個兄弟啊 大量大量的進入到什麼 這個鄉鎮的政民代表會 然後縣市議會 然後最後審議員 然後後來立法委員 嚴家是這兩種都有 為什麼 他又是兄弟從政 二後面又是畢方派系 黑派 那嚴寬恆呢 從十幾歲就開始教 其實原來應該不會那麼早接棒 但是我剛才講 因為嚴清彪不能再選 他被剝奪的選 他被斥奪公權終身 他被剝奪這資格 好 可是你再看這裡面很好玩 就是說嚴家 嚴家的故事啊 如果老一點 有一點年紀的台中人 可能在舊的台中縣的時候 你大概記得一件事情 在廖寮宇當臺中縣縣長的時候 那幾年 臺中縣的房地產吵得非常兇 其實臺中市 臺中縣都喜歡玩房地產 而且這個玩房地產一定跟幾個人有關 跟市長有 縣市長有關 跟議會議長有關 林敏林當年就是搞這個 然後呢 紅派 黑派都揪手 所以你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一件事情我始終就嚴家不會告訴我的了 那兩億是怎麼來的 眼眶的現金兩億怎麼來的 大家只能懷疑說是為了怕被追債 所以把錢放到那個兒子身上去嘛 但是這是我們猜的 為什麼他能夠有那麼多錢 好 可是那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後來有陳孟生這個殺戮政黨的事情 你知道那個故事真很好笑 但是他要一個一個的開記者會說明啊 他不會說明的啦 只敢躲在臺中的法拍屋裡面開記者會 然後開完之後呢 就跑人不接受問答 然後他的爸爸呢 一個人獨白 獨白完了之後 拍個桌子跑人 那人家跟你說 要接受挑戰 你來上節目 到現在也不回應我們 我講海線一個最簡單的 就陳孟生家 他們家被開槍六次 被開槍六次 聽說家裡的牆壁上面還是哪裡 還有那個蛋殼沒有被挖下來的 因為常常被開槍 台中殺戮政 殺戮分局 有沒有破過案 曾經有被懷疑有一個人 那那個人後來自己也被 被其他幫派人打死 叫吳東煌 吳東煌那時候跟嚴家有走得很近 那後來那個陳孟生 還被提爆流氓你知道嗎 提爆自貧磚礙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他是政長 嚴卿標這邊法院裁定六千萬對不對 林敏寧的弟弟林敏龍 那邊有個四千萬 那我一億就沒了呀 當初這些人是在一起合夥要炒地的啊 你想想看 嚴家會什麼 他會做的生意什麼 殺死利益清 然後呢 房地產 就炒地皮 你如果不是那個時候很奇怪 就那個時候的臺中縣 那個時候是全臺灣這個派系最強的地方 不是在什麼雲林 雲林是很窮的地方 這是我們臺中縣 對 臺中縣的紅黑兩派 對 聯手起來啦 也買賣軍火 做房地產 萬年不倒 好 可是你永遠 因果才很難講 因為林敏寧那時候 他們搞房地產 搞到紅黑兩派都下去 後來呢 賠 賠了結果崛起了誰 崛起了楊天生 第三勢力 後來楊天生也垮了 後來楊天生也垮了 後來才有民進黨在那個地方 有了什麼 有了一個喘息的空間 崛起的機會 好 所以呢 閻清彪當年就在你講的那個時候 2004 2005的時候 他真的走路都有風 當時他那個架式 長的是現在的閻清彪的 閻關橫的三倍大 他手上十四顆拉的戰艦 柯姐 你只要去找一個畫面 王金平王院長在做主席台的時候 擋在他前面的是誰 對 幫他擋這個 就是閻清彪 他光是他的動位 誰衝動 閻王金平本人站在他旁邊都像少巧地 他手上的那顆鑽劍14.1顆啦 不管怎樣 你知道多少錢嗎 各位觀眾朋友 在我的這個媒體生涯當中 從我22歲開始當記者 我面對了太多的強權 面對了太多的爭議事件當中的壓迫 但是一路走來 我只有一個事情 不叫勇氣 那叫做正義跟台灣的世代 如果說台灣的媒體 如果說台灣的媒體 包括了什麼聯合報 中國時報 蘋果這個新聞網 包括了所有的什麼 ET Today 所有的電視新聞台 甚至於我以前的老闆 趙少康 你們任憑這樣的勢力回到台灣 我告訴你 他的回馬槍 他的造成的海嘯 是全台灣一起沉淪 你自己的兒女也一起回到黑金的台灣 這是我為什麼這麼生氣 而且這麼難過 需要發揮所有的力量 來召喚我們的聽眾 觀眾跟選民的 這一億如果被嚴家拿回來 我告訴你 比中國共產黨吃掉台灣 也差不多一樣可怕 對不對 各位 不要被害怕 也不要被蠱惑 蠱惑就是他們利用媽祖 嚴寬恆講的這句話說 好多次告訴父親 有媽祖的慈悲心很好 但對抹黑造謠的新聞 慈悲無用 分別委託律師提告 這是什麼樣令人噁心的謊話呀 你的慈悲心是 你喝花酒貪污 你的慈悲心是你擁有槍支 你的慈悲心是你和夥同很多的人去侵占人家的財產 你的慈悲心是22年拿下了董事長這個鄭蘭公的這個位子 而還有人因為這個樣子在這個草叢當中被打得差點喪命 這種謊言如果不揭發的話 我們不符合媒體應該有的一個角色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觀眾朋友 一個告訴一個 特別是台中的中二選區 跟大甲湛蘭公附近的選民們 你們有任何不公不義的事件 要告訴我們的 我們希望你跟我們來投訴 我們會經過查證之後呢 跟大家一起來討論 這個台灣的成長有非常多的抹黑的謠言 就在陳柏惟他被一個遏制的罷免給罷免掉的同時 我們也看到了台灣有一個疫苗公司也多次被磨黑 但是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 是他們得到了公道的回想 而打高端疫苗的至少在在場不止我一個人 感覺到驕傲 請繼續鎖定民視台灣台 那新聞一五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